今天要给大家叨叨的电影名字叫《阴阳路2,我在你左右》 影片一开始,大锤二狗和三傻一起骑着摩托去路边摊吃饭 这时大锤看见一位红衣服的美女走进了巷子里 呃呐挪的身影让大锤心里痒痒 但她跟过去后却发现巷子里一个人也没有 大锤也没有太在意,正好有点尿急 就找了个墙角撒了泡尿 全然没发现墙角处放着一块灵味 随后大锤和两个兄弟会合去吃饭 此时楼上有一个住户名为华哥 而他们吃饭的地点正好在华哥楼下 华哥觉得这群人吵吵闹闹有些烦人 于是拿了一个酒瓶子从高空窗户中扔了下去 很不幸砸中了刚刚吃好饭 正准备戴上头盔离开的大锤 这时画面一转随着大锤对着麦克风啊的一声 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三个人都是神棍 现在找了一份电台主播的工作 刚刚只不过讲了一个恐怖故事而已 下一刻有一个女人打来了热线电话 女人称刚刚的那个恐怖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因为故事中的那个被酒瓶子砸中的人 其实就是她的男朋友 女人在电话里告诉这三个人自己要自杀 三个人脸盲劝说 劝了半天就差帮姑娘再相亲找个男朋友了 大锤也有点烦了冲动的告诉女人 你要真想你男朋友你就去跳楼自杀吧 地府要杀又杀 这话只是一时激动说出口的 毕竟教唆自杀这项罪名 大锤心里也清楚 为了防止女人真的按照自己所说的去跳楼 大锤放下麦克风就赶紧去找人 只不过刚一出门就遇到了女人跳楼 还正好砸在了大锤的车上 一时间鲜血流满了车顶 第二天大锤照常来到电台工作 和昨天的环节一样 今天又接到了一个热线电话 对方依然是昨天的那个女人 大锤接到电话后吓了一跳 女人不断的在电话中怒斥大锤是个骗子 为什么自己跳楼自杀也找不到男朋友 从此以后女人铲伤了大锤 而大锤也由于愧疚和害怕 找到了女人家前来祭拜 偶然间大锤看到了女人的日记 在失入的心灵沟通之后 大锤竟然慢慢的爱上了人家 最后大锤为了和女人永远在一起 就选择了跳楼自杀 大锤去世之后 二狗和三傻都很伤心 三傻要继续工作 而二狗则租了一艘邮轮 叫了一个美女 带着死去的大锤去海边游玩 画面一转来到华哥家里 华哥知道自己那天用酒瓶子砸死了人 所以心里一直惶恐不安 更让他害怕的是 自从那天之后 死者每天都会在华哥家门口 下封许多酒瓶子 逼他再砸几个人下来陪自己 以至于华哥现在看到酒瓶子就害怕 这时华哥接到了一通租借邮轮的电话 来接邮轮的正是二狗 几个大男人和一个美女玩得非常高兴 期间二狗不小心把美女的书掉进了海里 为了展示自己的婴姿 二狗亲自下海捡书 但是游着游着却摸到了一头死猪 二狗慌忙上岸 让人把船开到其他海域 然而这头猪不小心被挂在了船头 船开了没多大一会儿 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在海里即将溺斃的女人 落水女被大家救了上来 经过一番抢救后 性命终于没有了大爱 可此时船出现了问题 开不动了 大家一起在海上等待救援 晚上华哥开着游船来救他们 顺便打捞一些海味 但吃着吃着却发现里面居然有一只人手 还没来得及害怕 大家看见旁边有一只游船经过 大家拼命的大喊 可游船没有反应 和二狗一起出来游玩的两兄弟游到了对面游船当中 没想到对面游船里居然有一具尸体 而且这具尸体正是和他们一起来的那位美女 出于害怕 两兄弟又游回了自己的船 却发现船上的华哥和二狗已经双双毙命 此时的三傻也辞去了电台主播的职务 再次来到了小箱子吃饭 和开头一样 她看到了红衣美女 也撒了抛尿在排位上 然而一回头竟然看见了美女上吊自杀 由于害怕去看了心理医生 心理医生说她有妄想症 三傻再次骑着摩托车回家的时候 又看见了红衣女子 她以为是妄想症发作 直接开车撞了上去 第二天三傻的好朋友 骑三傻的摩托车去兜风 可刚一上路就被卡车撞死了 三傻去买花圈祭点好友 然而卖花老太太就抓住三傻的手 生车好友是替三傻丢了性命 之后老太太还到她家 替她画了道灵符保命 并且告诫她明晚之前不要出门 然而阿婆一走 三傻竟然就和两个好朋友来到了路边摊 最终三傻在骑摩托车的时候 女鬼现身 这个女鬼正是前两天 三傻以为自己妄想症发作撞死的女人